刚讲到为了理念要当傻瓜 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在自由广场 在绝食为了一二一八的公投的投票率 在努力的有一群年轻人 佩君我问问看 今天其实包含我们看到 我们在不断关心黄世修的最新动态 他昨天跟我说到第三天了 肚子真的蛮饿的 但是他要撑下去 不过现在看起来难道不乐观吗 投票率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部分 我觉得是在天气 因为今天大家就开始密切关注说 接下来这一两天 好像从礼拜五开始 气温会直接往下降 然后到礼拜六的时候 最低温可能下滩到十度 那下来我们知道 不管是哪一种选举 这个天气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那再来是这一次 这个公投投票率大家知道 因为这个跟大选是分开来 所以其实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投票率的部分 那这个都是基本盘 那另外当然还是回到基本功 在这个绝食 希望拉高大家对议题关注度的 这几位这个同志 我们都非常的感佩他们 但我们就用不同的方式 在不同的战场上努力 那包括我们这两天 除了这个今天傍晚 我们会在全台北的 这个各个路口宣讲 然后明天早上 也会有不同的场次 那就是国民党的大串联 全台湾重要路口同步宣讲 那就希望大家对这个议题的 关注度能够拉高 那我觉得两个关键 就是除了我们这些 已经当然因为工作的关系 对公投很关心的人之外 其实我最忧虑的是 还有很大一部分民众 可能甚至不知道12月18号要投票 那再来就是不知道内容是什么 这是我现在很担心的事情 讲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夸张 可是事实上因为这次议题是 大家知道公投案 就是对执政党的不满 所以我们会提出这些案子 那这个语法的叙述上面 往往是这个负面叙述 所以他明明是想要保护藻礁的 可是很多人会以为说是投不同意的时候 才是不同意盖 然后才会保护到藻礁 所以在语法的传递上面 我觉得很多人都误会了 我前几天很认真的跟我朋友讲说 他说他要投四个不同意 那我就问他原因 结果他开口第一句就说 因为我要保护藻礁啊 我听了之后真的是大吃一惊 因为他是年轻人 我大吃一惊之后跟他解释说 不是你真的搞错了 如果是要保护的话 是不要盖三接才会保护藻礁 他反过来变他大吃一惊 问我说是不是我在跟他开玩笑 要骗他投票 我才意识到说 哇糟糕这个宣传的力道上面 可能我们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那希望接下来这几天 可以能够说服 或者是能够告诉更多人清楚的资讯 我们就把握这几天了 那个你刚刚自己也有说 你觉得国民党挺乐观的哦 因为国民党自己 他们现在认为一定会投的投票 率大概48.3个百分比啦 那预计大概会近51.85% 那当然在我们刚刚也讲到 12月18号当天天气 看起来北台湾真的不好真的不好 那现在看起来可能会投的 百分之27.1% 当然马英九认为说没有这么悲观 觉得投票率会很高 但是我这几天其实有在立法院 跟蓝委有稍微聊了一下 他们说大概可能也许最多最多就两过吧 因为现在看起来公投榜大选 就国民党那点不提案 2627 杨格 对目前 因为核四坦白讲长期被妖魔化了 所以那个安全的问题 技术的问题 就是大家要翻过来不容易了 那藻礁我觉得是 提案人自己的问题 你说他的立场有点反反复复 在过去的色彩有点不好说的 他对于明明要支持他的蓝营 然后还保持距离 他还一直强调自己是绿的这样 这个蛮奇怪的 那而且坦白说那个议题 就比较是local的议题 就全国的感受度没那么高 因为早就在桃园嘛 所以一般人感受度没有那么高啦 其实感受度最强的就是莱猪 那我觉得莱猪是最具有指标性的 因为公投有没有绑大选 坦白说啦 这一次如果也有案子可以过 就表示没有绑大选也是行得通 那只是说比较容易投票的是 保大选 那可是第一题就非常有指标性 就是反萊猪啦 就说你如果是在本来差距那么大的情况下 然后民进党还可以在最后翻盘啊 那我觉得几乎就预告2024年选举结束了啦 你知道我意思 就这个议题是本来这么悬殊的议题 那都可以在各种造势还有各种文宣啊 这样再把他硬翻过来 那就表示这个民进党的能量已经大到可以扭转各种困难了 那更何况是2024那种选举 你又不是遥遥领先 所以要翻盘 就变成说他如果真的反萊猪也被他翻了 我认为他会信心爆棚啊 我觉得是啊 对啊 我就说民进党接下来就会觉得信心爆棚 大概什么东西都做了 讲好听是信心爆棚 讲难听是要掰吧 呃事实上李燕秋昨天就直接讲了啦 说恐怕就进入全面控制时代 因为他觉得所有的事情他都掌握得住 就会变成这样啊 所以这个议题坦白讲我是觉得还是关键 我讲到是反萊猪啦 反萊猪啦 因为我现在听到了所有的 包括刘泰英昨天又出来讲话 然后前几天那个朱敬一也出来讲话 都讲一些完全不通的逻辑啦 说什么只要反萊猪那美国就不会巡航台湾 你在说什么啊 你把那个台海的军事安全 等同于不到10亿台币的萊猪市场 我们去年跟美国买军购是118亿美金 118亿美金 萊猪市场不到10亿台币 你认为他是可以等量齐观的吗 你都可以这样随便乱掰 然后还昨天我还听到 那个管闭林在那边讲说 你如果 你如果萊猪不让他进来 你等于是给习近平一个机会 因为中国未来会让步萊猪 管闭林说是把他送给 把CPTPP送给习近平嘛 那我们未来两年就 不会处理萊猪 因为如果公投没过的话 哎拜托好不好 中国能不能参加CPTPP跟萊猪没有关系啊 真正的原因是国营企业的问题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而且日本都公开讲了 说他的国营事业如何介入市场 才是他能不能加入CPTPP的问题 CPTPP没有美国耶 可以这样乱扯耶 然后还可以扯到 就是 反正所有的议题 我认为到最后都知道 因为要帮萊克多班辩护实在太困难了 所以最后最后只要把那个最大的主角 中国拉进来了 对 实际上大部分的逻辑都是这样嘛 然后连缺电都要去扯中国了嘛 所以我觉得 坦白说这个 这一场公投到了最后 已经是政治对决了啦 你现在在讨论什么 我觉得已经很难 真的在讨论这个政策 要该怎么走啦 所以我觉得这几位年轻人去那边厥实 尤其是包括罗志强啦 罗志强已经撑很多天了 他已经撑非常多天了 都睡在外面了 我觉得是在立一个精神标杆啦 主要啦 就是说 你至少要有一种坚持自己主张的精神吧 那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然后有些人只会在局外 自以为在局外啦 自以为在局外 然后批评在战斗中的人 我觉得是非常不可取啦 尤其你又不是真的在局外 比如说我跟韦翰就是在局外啊 我们叫评论员啦 你知道吧 你是政党的大将军啊 你自以为你在局外 还说大家冷静 自己好好想一想 这实在是很奇怪啦 就是 我坦白讲 我对战斗中的人 我是有敬意的啦 就是说 那你就讲你的道理嘛 可是你如果偏离你的道理啊 然后开始用一些政治恐吓啦 用一些根本逻辑不通的 什么台美关系就完蛋了啦 那我觉得大可不必啦 因为全世界没有人这样讨论 这种议题的啦 大概只有台湾啦 那如果说你连反萊猪的议题 都可以扯到抗中保台啊 那我也可以笃定跟你讲 2024的主题就是抗中保台 那如果他这个可以得逞 那2024我也跟你保证得逞 就是这样嘛 所以台湾以后就所有的公共争 都不用讨论啦 只要讨论抗中保台就好了 就不能这样嘛